好的啊各位观众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功夫背16强的比赛 那就一上来这个 这个9要掉了啊我告诉你我终于明白什么我是什么问题不是我掉了我显卡驱动莫名其妙就出问题了那那你先说着吧那你去搞吧你去你先去搞我们先说着我先去搞过显卡驱动 你上了9要就掉了那今天的第一场比赛反正是nature要对阵的是 nature要打的是那个snoot啊9要掉了反正就要去搞显卡去了我们过一会再来 好那我们来看今天的比赛 第一场snoot对阵nature 上来我怎么这个还是好像选错了啊没关系 红色的这位重组选手就是来自于波兰的nature是存在了下方的6点钟的位置 而上方蓝色的重组选手就是来自于liquid战队的snoot 现在 这个 飞寒的第一重组 那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比赛两位选手会打成一个什么样子吧 第一张地图是瓦尼研究战 zvz瓦尼研究战一般都会打得比较久一点 一般会打得比较久一点 当然也不排除前期有人会选择rush型的战术 但一上来这两位选手因为比较熟啊所以选择的战术都是 比较中规中矩的 先上来运营一番 运营一番之后再说 第一场比赛反正两位选手在off里面打的 所以说不存在任何的卡顿的一个问题 如果有观众看我们这个功夫杯在斗鱼上有点卡的话 请你右键这个屏幕 可以切换线路 可以切换线路 切换线路之后就没问题了 好一上来 Snoot选择了一个慢狗 Nacho也是选择了慢狗 都很怕对方放实地独暴 所以说一上来选择很稳的一个开局 912你还在吗 我在啊 我在升级啊 你不要管你都管你自己说的好了 912上来就掉了 但我们不用管他啊 好这边 慢狗对慢狗 开局都很熟悉了 慢狗之后 好像双方也没有说要抱八条 抱六条狗的一个意思啊 都是选择了先看一下形式再说 可能要出两条狗 我们来看这边 Nacho是先出了两条狗 Snoot好像是一条狗都没有出 直接选择了出气矿 而Nacho这边没有选气矿 选择了慢狗无气开 相对来说 这个Nacho的整个经济可能会稍微好一点 Snoot这个慢气呢 科技会快一点点 但是也快不了 这张地图啊 科技快一点 顶多也就是开这个 开三基地啊 开这个三基地 可能会开的比较的 早一点 更主动一点 仅此而已 但是经济会比对手差 Nacho还是偷经济 不停地造女皇 补农民 两条狗先上去看一看 Snoot有没有采气 这个很重要 两条狗过来 看着采了气 然后估计点了一下这个气矿 看采了多久 下期再确认一下 补了多少农民 一上来开局的话 Nacho应该说是把Snoot的所有开局都侦查完了 而Snoot这个开局基本上属于一个比较中性的 无论你怎么打 我都能这样开的一个开局 所以说他也没侦查 完全不侦查 只要你不偷三基地就行 他想的是只要你不偷这个三基地就可以打 好继续的补农民 Nacho的农民数量现在已经 越来越多了 而且五分钟两气 四女皇 算是一个最稳的一种 ZVZ的开局了 而Snoot这边由于不知道他是武器开 所以说 他现在选择的是出一个 毒包中潮 然后不颠狗 先压制一波看看形势 而Nacho这边一会儿要把这个女皇 把路口堵起来 铺一个军坦 然后补起来再说 堵起来再说 Snoot一压 可能这个三基地就要开 一压他只要确认Nacho是一个武器开 他直接要开三基地 好我们看农民数量Nacho已经领先了 因为他是全力的在刷农民 Snoot这边 哦不对 他进来一个房子 我们看Snoot这边 选择了一个侦查 房子进来是看到气况 看你气况采集啊 非常的晚 所以说他知道你是武器开了 直接选择三基地 细节做得非常的好 他这样的话前期一些小狗压一下 家里面我们来看是升级了蟑螂的一弓 他这样的一个开局是知道你武器开 他这样开是最稳的开局 Nacho一上来在开局上是亏了 Nacho这边也很偷啊 直接先出去把三基地开了 这个三基地 Snoot如果抱一波狗的话 这个三基地是开不起来的 不过Nacho这个三基地开的比Snoot想的要早 Snoot看到了 看他会不会抱狗 不抱狗的话 这波卵可能要刷成农民 他觉得自己运营领先了 他直接刷农民 刷农民的话 Snoot在卵的数量上面是要比Nacho要多的 因为他三基地先开起来 至少多一口卵 至少多一口卵 看形式可能会多两口 多两口卵的话 这个整个形式就比较好打了 我们把音乐稍微开大一点 好 农民数量下来 现在对Snoot来说 他现在只需要 全力的抱蟑螂就好了 我们看一框宝盒 两框宝盒 三基 全力抱蟑螂 在整个科技线上面来说 Snoot也是稍稍领先的 他的一攻 还有他的蟑螂的速度都要快 所以说他现在直接选择压制 然后等蟑螂速度好了之后打一波 Nacho现在就选择一个正常的稳健的运营 由于他卵手 所以说他只能处于防守状态 不过他还是经济要好一点 因为他农民数量多 好 两位选手是继续的抱蟑螂 然后捕农民 都打得非常的稳 蟑螂速度快好了 蟑螂速度也好 Snoot就要选择压制性的一个 一个开局 他先直接往下压一波 然后不能让Nacho太透 这样的ZVZ基本上两个选手都在走流程 封侦查走流程 升级两攻 我们看Snoot这边变了几个眼中 有没有去封对方攻防的一个意思 好像也没有 先来了 蟑螂速度快好了 直接先打一波 这一波是逼迫Nacho必须要补兵 不能让Nacho顺利的三框饱和 Nacho现在已经两框饱和 三框的经济基本上已经饱和了 蟑螂速度 蟑螂的速度马上也要好 两攻稍微慢一点点 但是不影响大局 Snoot压了一波 往回走 这就是一个比较流程化的ZVZ开局 两个选手现在通过这次压制 Snoot把自己的经济已经补齐了 这时候直接出来开黄金矿 这个选择我觉得对 对我来说 我完全没看懂Snoot这个黄金矿 是为什么要开啊 这不可能开得起来的 这个黄金矿 Nacho直接一波压制过来 黄金矿直接打退 其实Snoot应该把自己司机离开在家里 Nacho这边直接跳刺蛇了 而Snoot跳的是感染虫 好黄金矿压退 现在由于两个人都是三矿的经济宝盒 所以说对于Snoot来说 也只需要全力的暴蟑螂就好了 暴蟑螂出感染虫 Snoot的风格是喜欢出五个感染虫 五个感染虫然后再转刺蛇 而我们看Nacho Nacho的打法其实 我不是特别熟悉啊 因为他的ZVZ其实我看的并不多 他的ZVP可能我看的多一点 他的ZVZ 我估计也是以猛蟑螂为主 蟑螂毒暴虫潮 Nacho准备要蟑螂刺蛇 然后转毒暴虫潮 还是说刺蛇只是给他看一看 出几条刺蛇做做样子 Nacho要准备一击致命了 他觉得自己的运营比Snoot要好 但是Snoot有感染虫 感染虫是有可能会定到毒暴的 Nacho准备一会儿要变个 大概十几二十个毒暴 二十个毒暴左右 然后就张能刺蛇打一波 这个是比较极限的两攻两防 然后升这个毒暴虫速度 一会儿要打一波了 看这场比赛完全是看 Snoot的这个感染虫的操作 Snoot只出了两个感染虫 这不像他风格啊 正常情况下应该出到五个 但Snoot的人口已经满了 先打一波 蟑螂在感染虫 先压 对于Nacho来说 刚才由于是他跳了这个毒暴 所以说现在人口刚才并没有满 刚刚才刷11个蟑螂 把人口刷满 自己要守自己的这个4GD Snoot不允许你开黄金矿 好看这个毒暴虫 能不能撞到 对Snoot来说 他不知道Nacho是转的毒暴虫 现在看到了 稍微有点晚 看感染虫 NachoH住了 他也没敢去 毒暴的速度还没提啊 Nacho是不忘了 好两个人在这个位置 直接拉开 感染虫一把钉 钉住了毒暴 但是一把钉是钉不死毒暴的 毒暴还是撞到了 蟑螂 后面有刺蛇 Nacho的阵型更好 Snoot打不过 Snoot肯定打不过 这个地方全送 两个感染虫赶紧往回跑 Nacho这个时候打出了60人口的优势啊 好了一波反坡 Snoot这波打得太冲动了 这波冲动可能让自己全倒啊 根本不应该打 我也没看懂 为什么Snoot在这个位置会打 现在他卵不够 他的四个基地开到外面 卵不够 Nacho1比0了 这肯定1比0了 想都不用想 这波Snoot不可能挡得住了 相差太远了 Nacho只要赶 两国两防的不对 没有输的道理 不可能输啊 没有输的道理 A上去就结束了 1比0 好 1比0 没有输的道理 我马上回来 我马上回来 我来看看第二张图 第二张图是 柯达 柯达 柯达是那张图是中曲 柯达就是中曲 我先调一下这个 我先调一下OB界面 我先调一下OB界面 中曲 OK我来了 你来了吗 我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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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盘Snoot打得有点感觉 有点莽撞啊 他可能在运营上 他感觉他比Nacho强 但实际上Nacho跟他的实力 真的没什么差距 他这个刚才冲的口 真的是被包了个圆啊 Nacho那个阵型把握非常好 而且他定制 他只有两个感染虫 他定制定到了 只定到了一把 而且没把毒暴定死 这个是他冲动的一个不应该的地方 我觉得 他的冰冲组合 你说你增加加了感染虫 对吧 你加了感染虫 你打不过蟑螂自射的组合 况且还有毒 除非你多一点 你感染虫 你有个五六个还 也不好定 也不好定 就吃阵型嘛 好我们直接 直接进第二场比赛了 第一场感觉 Snut 还是太冲动了 好我们直接进入到第二场比赛 来看一看 这场比赛 Nacho好像 我感觉他没在O服裂 他应该在韩服裂 或者是 在美服 应该是可能在美服 也有可能 反正他也不可能用这个号练的 要么他就是在O服用小号在玩 不过话说回 Nacho这种 你像大型的比赛 我真的还真看不到他 Nacho 对啊 他好像 嘴巴太臭了吧 估计 你嘴巴太臭 比赛能参加的呀 反正波兰也蛮惨的 波兰据说 也不咋低啊 他这家挂了个战队 我相信 那个路费总能报销的呀 像上次的那个 Dreamhiker 我再 他也没来 对吧 对 他也没来 好像是那么回事 按照正常理论来说 他肯定会来的 嗯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双方的尊点位 尊在地图 上方 11点钟方向 是蓝色的重用选手 来自于 Nacho战队的 Sloot 所以在地图下方 4点钟方向的是 红色的重用选手 Nacho Nacho赢1比0了 嗯 他们off 他们反正绝对不会卡的 对 这个输了也没什么好说的 我们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开具情况 应该说 Sloot也 Sloot跟 我看他跟韩国熊肉打 他经常是曼狗开的 哦 要裸双了 Sloot裸双方都 Nacho这边 反而选择了一个曼狗开 选择球稳 其实看多了Sloot的比赛 那个观众应该都知道Sloot是一个 基本上不用不靠战术来赢得比赛的人 他前期的 他不喜欢一波的 这样的一个开局的话 Sloot前期就会 有一些小赚 大概赚1到2个农民左右 在经济上会取得领先 并且 他的气况如果早一些的话 他肯定会在这个科技上也取得优势 Nacho这个打法太中规中矩了 最稳 不会被阴 嗯 主要看开 看两位选手怎么打吧 这场比赛 还是看 我觉得第一场比赛 主要还是Sloot可能对那个 呃 Nacho的整个运营的能力啊 有点低估 他感觉自己可能这一波200人口 A过去就赢了 嗯 其实我 我倒是 对这个小组 我倒是想看 谁能够阻止 PARTING取得小组第一 呃 其实我 我比较想看 那个法虫能不能连 又 法神 又连 连干两个虫组出现了 怎么办 不可能 不可能 这个 这个太 太虚幻了 虚幻 Dreamhacker你忘记 他把Snoot打爆的故事 啊 他把Snoot打爆 不代表他能够把PARTING打爆吗 PARTING这种 我说 不是他打不到PARTING 然后剩下一个Nacho 剩下一个 剩下一个Snoot 他PVZ那么猛 他也不怕这两个人 你知道 也有可能 是不是 万一他又出现进八强了 怎么办 这有可能 会不会 会不会有人说 PVZ不 这个不平衡呢 没有 PVZ其实还挺平衡的 没有 没有 那法神说PVZ不平衡 他说PVZ音把 好简单 Easy加音把 你叫他 你叫他 过来跟我打打看 妈的 我干死他这种鸡 哥才不虚他呢 他就只会打打这种节奏 我 哥就飞龙 龙狗换家 你去节奏去吧 Snoot这个 独暴虫潮 放的比Nacho 稍微快那么一些 就看Snoot会怎么打 从现在这个运营上来看 我估计正常打的 还是要正常 对 还要正常打 Snoot这个家伙 其实不太 不太放什么大招 他比较 可能还是对自己的运营 比较有信心 这个时候 我是这样认为的 他毕竟 在韩国也练习了那么久 对吧 Snoot应该是之前 在CJ练了很久 然后在欧美的成绩 也经常干韩国人 所以说 他应该对自己 很有信心 好 这边Nacho是 抱了一波狗 打算去压一下 这波压制 我觉得有点凶 有点多呀 16条狗 有点凶 这个也很正常 先去火力侦查一下 你16条狗 8个软嘛 也就一轮 一轮重软 对吧 对 他跟你拼一下 他跟你拼一下操作应该是 Snoot直接变了两个毒爆 很稳 这肯定要变毒爆 已经看到了 Snoot的打法 也有点奇葩 这种开了三框下BV的 你这三框怎么可能开得起来吗 开不起来 开不起来 他太偷了 这个三级的肯定要退了 Snoot本来是开三框下BV 然后升级蟑螂的一攻 一般都是这样打 但我觉得 Nacho想的是要打一波 他的毒爆已经过来了 看Snoot这四个女王的操作 应该是没什么机会啊 四个女王啊 而且毒爆全部撞成红血 对 一个 没掉了 都没掉了 Snoot其实毒爆补的有点多了 不过他还是为了保险一点 这个毒爆补出来之后啊 那其实这波 其实也差不多 就差不多 退了个奇迹 然后 现在继续三开 对 Snoot为什么打 打ZVZ也要御女心晶吗 他这不是御女心晶 他只是为了防守 前期他还是一个 以防守为主的 然后出了六个毒爆了 六个六个女王了 输了一盘吗 肯定是这样子的呀 对对吧 玉女心晶 输了一盘 肯定要稳的呀 这波 会不会绕呢 不会绕 想绕 但是来不及了 绕不了 就看这两个毒爆 能不能偷到东西啊 进去了 这边 偷不了 都有毒爆 双线 反应很快 反应很快 他操作失误了 跟反应没有关系 你不要乱 你不要黑 我告诉你 这基地应该咬不掉啊 这基地肯定咬不掉 刚才如果不被炸 有可能咬得掉的 其实他这个打法 Snoot这个打法 其实很虚的 如果 如果说 如果对手 是各种爆狗的话 你说各种爆狗的话 我估计Snoot肯定会 被打 拉开一个口子 可能多线要穿 因为他其实没做 任何的建筑学 按道理来说 应该至少你 百个建筑学嘛 对吧 但是从 就算现在这个情况 其实 从运营的角度来说 反而是 Nature这边是有优势 因为他一直是 站主动的 他可以去 盲目的去 补农民 什么叫盲目的补农民 他可以主动的 补农民好不好 这个我告诉你 补农民的时候 大家都是盲目的 他眼儿上 他看着他 为什么盲目嘛 哎呀 说要这么说的呀 哈哈哈哈 他说他 说他盲目 要展现他 意高 人胆大的一面 对不对 哈哈哈哈 盲目的补农民 这个时候盲目的 向前压一波 这叫火力侦查 好不好 是的呀 我们知道人 是火力侦查 但是各位随友 我们还是要说一下 妈的多盲目 哈哈哈哈 出了两个眼虫 他是不是一会儿 想去封对手攻防啊 我看这样子 对的 而史物斯这边 直接跳盖重来 而且 我看现在 内学这边的经济啊 是补得非常非常好 嗯 他已经几乎就饱和了 那就整个运营能力 的确很强 而且他ZVZ本身在欧洲 就算很强的一个选手 他的关键是 你可以看一下 史诺这个房子啊 他为什么现在 兵那么少的原因 其实就是因为 他的房子 起的很关键 他每个房子 飞的地方 都是很关键 能够看到 对手的兵啊 什么都过来 对 视野控制的好 出感染虫 出感染虫 其实我还是觉得 认为啊 现在这个时候 出感染虫 其实并不是一件好事情 兵太少了 对 你兵太小 出感染虫 是很被动的 那史诺特就敢出啊 这个很奇怪 他有时候跳科技 跳得莫名其妙的 但是总是能成功 而且你看现在 其实你看现在史诺特 一共才18个蟑螂 他就开始跳感染虫 而且四块也开了 他可能是觉得 这个图啊比较远 胆子大好不好 这才叫意告人胆大 你真的 真的如果现在 NATCHO 强行蟒一波啊 什么都不一定能守得住 妈遇到前战器 已经死了好吗 前战器 现在我告诉你 前战器也就这样 被I 蟒蟑螂 蟒的 蟒输了对吧 已经输了 他已经承认 蟒不过I了呀 那就交出自己蟒霸的称号了呢 他不叫蟒霸了呀 他现在 他现在一定要改口说 他自责 那智力又不行 蟒又蟒不过对手 就 现在已经 废了呀 退役了呀 是退役了呀 这边 NATCHO绕了一波蟑螂 本来想绕 但是被房子侦查到了 那算了 不绕了 所以说是你房子很关键 嗯 他这个房子太关键了 这波我告诉你 这波就是 最喜欢看到的 就在这个口上 不会让你下来了 你过来我就 定的你妈都不认识 这个地方 定死你 这个地方要定的你妈都不认识 你干什么 他绝对不会让开这个口的 不过他干从也没动啊 也没动 不知道为什么 哎呀 敌不动我不动呀 敌都已经在路口 准备冲了 他也没动哎 他看到这个口子就判定敌不会动的呀 你看他现在 现在这个口子打开之后 他是 他是不是在乱动 敌要动了对不对 对 妈哥就乱动了 看到没有 动动动动动动 呀定住了 但是不敢打 但是不敢打 这个时候突然绝对会被定成马 因为 Snow这个房子也是侦查到 NATCHO这边也是有三个感染虫的 对 那这样Snow的司机地又偷起来了 对 Snow其实你说 你的感染虫嘛 其实他也不多 他就是一个以防守 然后 防守来 等你冲 这样的一个打法 他飞蛇都在造了好不好 但我告诉你 这波还真不好说 这波 刺蛇一出来 打个 打一个路口战 就看 看飞蛇了 看飞蛇 看飞蛇和定 他飞蛇马上出来了 已经 出来不一定有 看看能不能 看看 时间啊 看时间来不来 他出来第一时间就在吸 Snow这套跳科技打法 应该比较成熟啊 比较成熟 现在 他就走路口了 那就只要冲就要死 我听说 定在这个路口直接被误两把 就直接不用打了 诶 不要 诶 吃偷波刺蛇 好的 Snow一看有机会偷刺蛇 先偷了 好好好 Snow还是非常冷静啊 看到对手的 哎呀 哎呀 我刚想说你冷静 这算不算偷机不成呢 但现在死了两个感染虫啊 这波换了两个感染虫 其实还可以啊 呃 十个蟑螂左右吧 换了两个感染虫 几条刺蛇还行吧 但他飞蛇出来了 这个时候 科技上 Snow是有一些优势的 嗯 我又要说了 这个时候其实在 打到这个时候 如果换了换了 其家中国选手来打的话 又到了一个未知的领域 为什么叫未知的领域 他们很少打这种局面的呀 就打到这种 两个人什么 飞蛇感染这种乱来的对吧 很少打这种局面的呀 中国中国选手都是直接 就这时候还是两 两百人口蟑螂还在忙对吧 15分钟前必须要分出胜负 要被包 哎呦 飞蛇来了 两把 这两把就太漂亮了 这个包的 这个 这个包的 有没有电 Snow这边有没有电 这个 哎呀 各种电啊 各种电 好了好了好了 这波吃完好 就直接 在电抓住 这一波包的有点好啊 Snow 哎 Snow干嘛 可以藏去Snow了呀 他好像被吃三个蟑螂 搞得有点F2了 这跟你有什么区别吗 你也是这样的呀 就少量了部队 他分钱蟑螂过去就好了呀 哎呀 这个时候 就是F2的时候啊 我很理解他呀 没有用的 我看没有用的 就算这波蟑螂拖住了拖出了一定的时间 这波的冰的质量太高了 现在Nature是抱了大量的刺蛇 Snow这边 我们来看他飞蛇呢 哎 他飞蛇呢 在12点 就一条啊 对啊 一条不够吧 够了呀 他有感染虫的呀 而且他的这个冰冻组合明显好于Nature Nature又有感染虫啊 你这 Snow现在埋地一动 他可以打多线其实 这个时候关键是他有买活的机会 两千三 两千的气 对 Nature其实没有买活的 这个很关键 甚至我觉得现在Snow生个小狗的一弓 然后出点 出大牛也就赢了 好像又要 又要来了 Snow又要来了 44个蟑螂 Nature就二十几个蟑螂 被定 被定定成马 好背后包过来 定住 Nature背后定的还不错 飞蛇呢 包的可以呀 这波被对手完美包了个圆 这波包的可以呀 他没协同好 好 这个要埋地一动 想进去 进不去进不去 这个是拖延时间 Nature背后的这几把定 还是比较冷静的 嗯 这样的话两个人 这一波打完Snow的亏了 战损 对 就打回来了呀 这个时候 嗯 他不应该是这样子 哎呀 飞蛇还被吃了 好 Nature分兵了 这个时候胜负就不好说了呀 好 知道对方有埋地一动 我们看Nature还是比较小心啊 每个地方插点管子什么的 家里面 瞧瞧的放了个龙塔 他转大龙 他准备要转大龙了 而这边 Snow这边还在出飞蛇 要再打一波 因为他有一次买活的机会 这波 哎呀 Nature这边看时间 来得及来得及 来得及 这波我觉得 在就算在这个路口上啊 不太好做 哎 冲下去什么意思啊 啊 这什么情况啊 Nature感觉自己打得过 定住 还有两把定 还有两把定 包住 他就感觉打得过嘛 他就感觉打赢了呀 他追杀这个时候 这一波打得有点 Snow他没想到啊 我们都没想到呀 这波冲出去太飘了 一般情况也不会冲出去的呀 对呀 他就感觉自己打得过 他三攻 Snow是三攻两攻啊 也是三攻两防呀 一样的攻防是一样的呀 Snow这边 Nature这边开始 率先转大龙了 他这波打赢 对自己转大龙 很有帮助啊 因为他打赢了 就是Snow不敢攻 其实在这个阶段 就看双方的一个 骚扰的一个手段 其实这个时候Snow其实有优势 他有埋地移动的 对 其实我看了一下 Nature的每个矿防守的 其实还一般 也不咋低啊 也不咋低 就两个 两个矿 其实左边还是有 骚扰空间的 有有有有 这么大人如果被 Nature转出来的话 那Snow这盘就会很难打 对 我估计 现在Nature想的 Snow现在想的是不敢 他怕抽兵出去 万一对手打一波 他就死了 他不敢抽兵 我都觉得Nature在这个时候啊 其实可以去送个十个蟑螂 对对 他现在先晃 他晃着晃着 然后等那个龙塔 现在可以送了 现在可以送了 分一点兵直接去那个四基地就好了 对 没有必要冲入口 这阻力全送啊 这阻力全送不行的 对 就分大概十个蟑螂过去 然后到右边去 或者说插管子也行 家里面插一排管 直接变着大龙就去 哦 果然是插了 果然插了 其实这种时候我告诉你 最好的办法就并不是插管子 那干嘛嘛 出个虫洞 血迹一下了 妈 别人还要踩到吗 粉书坑炉好吗 这个时候 最好的办法 别人要踩的 变成八个大龙 要退回来的好不好 216人口 要退回来的 那就说明他不够 不够那个呀 不够坚决呀 把坚决的人 就破腐城都去了呀 破腐城就是穷人才去的好不好 妈的 这种以弱 破腐城就是以弱敌强的 这时候才破腐城就 这种妈的绝对 绝对优势 为什么要破腐城就吗 飞蛇只有两条啊 不一定 不一定能 守得住那么多大龙 八个大龙 只能拖四个飞蛇 四个大龙过来 飞蛇能拖吗 能拖呀 为什么大龙不能拖吗 好像我也不知道 好像 来自防狗 好了好了好了 我只知道大龙不能定 现在是 换架啊 你还抢毛啊 这种打正面 怎么可能打得住 这种打正面 没机会的 打正面是没机会的 哦 顶住 顶住 继续电 两个人猛电 这几把绿雾倒是雾的不错 但是大龙太猛了 大龙太猛了 这个地方 打不过 还打不过 大龙太猛了 还有一把电 这最后 扔了一波带 电的 其实这个地方 电和雾 已经用得相当漂亮了 对 这样就二比零 赢啊 干嘛不能赢吗 Nature不能赢啊 你看不起Nature是不是 看不起 就从名气上来说的话 其实 哎呀 Nature有点猛的 以前斯路特没出来的时候 Nature就最猛的重组 好不 好 终于想起换家了 早就可以换家 但换家也不一定能换一样 只是说换家是一种 要不他不换 他要包 不是你天空怎么包嘛 他家里面应该在出什么 出了点腐化 他出了点腐化 他可以把大龙打光 但是你这样包的话 其实你还是要送蟑螂啊 打完之后 你地面打不过 那就有买活的 那就两千多块钱 三攻三防 打三攻三防 就已经打不过了呀 对 这个时候现在 你天上有波腐化 别人就纯地面给你干 你也干不过 埋地有毛用啊 埋地一动啊 你现在没有眼虫啊 看不到我呀 CNature这个时候 如果刚才分了一点 分了几个蟑螂过去 把那个 斯路特的矿 打了就好了 现在怎么说 这局斯路特还是非常难打 但有机会 至少说 至少说有机会 因为他经济 其实没有受到太多的影响 农民数量的话 也还可以 没打到几个农民啊 刚才 CNature这个时候 只要编一波那个就好了 他只要 只要编一波刺蛇 往前一顶就好了 斯路特是不是 CNature各种在多线 CNature为什么会 去转腐化吗 我不知道呀 他为什么要转腐化吗 这个是纯地面 干过去就完了呀 转个毛腐化呀 是啊 他这个转腐化 反而是给了这个 斯路特一个 暴兵的一个机会 但应该是 应该是打不过 这个 现在他没眼虫 我跟你说 他 斯路特看着他在打 人口倒是多50 我觉得应该打不过 这个农中 Nature现在这个农中组合 蟑螂自持 这个农中组合 已经很好了 好展开 看定了 看定 哎呀呀呀呀 不行不行不行 你这样定不行的 刺蛇全输出了 打不动了 太猛了 对 全输出了 打不动了 Nature是想 在地面要压制你 空中也要压制你 有点过了 急进 2比0 恭喜一下 Nature是获得了 第一场比赛的胜利 这样的话 Nature进入到了 胜者组 而斯路特非常意外的 被打击了 败者组 我们先休息一会儿 先休息一会儿 然后 中国星期阶的救星 迪斯帽斯 帮我们 班图 现在去美服 去美服 parting对阵的是 那个PTDRAGO 我们先去美服 然后 我们先去美服 我们先去美服